我最近整天頭呎呎 胸口又摸著… 吃什麼都沒有胃口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暗病 吉走之後你就是這樣, 心病 哪有關係? 這麼多人? 很久等了 看來你又要出手間了 姑娘…我抹抹暈了, 姑娘… 媽媽, 小心, 媽媽, 她怎麼樣? 也不算很嚴重, 你等一等吧 我有醫生叫你 你有沒有這麼忙? 也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這麼多人很疼痛 幾個醫生找不到病, 沒辦法 懷疑是不知名的傳染病毒 撇狼 不看醫生? 你聽不到嗎?醫生也搞不定 還會傳染的 我還要留一條命, 喫喊喀 一家人, 趕快撇狐見酒 去赤靈王廟了 快到我看醫生了 看什麼都醫不好 有人說赤靈王開泰寶人驅溫僻 很漂亮 天天, 清心都說 那個赤靈王騙神騙鬼 有什麼好看? 我就是想知道他這次在搞什麼 清靈王, 我求求你救我爸爸 他昨晚發脾氣又吐又吐 醫也醫不好, 不知道他是不是撞邪 我求求你救他… 蒼天有靈 只要你們誠心敬拜, 必得庇佑 神經病 神經病 葉障消除, 邪魔不侵 瘟疫驅散, 五臣歸怨 你沒事了? 我可不可以沒事了? 不痛 謝謝齊靈王大興威靈… 謝謝, 謝謝, 謝謝 這些都是神職 看不看得到嗎? 那個伯伯剛才站不穩 現在走得很噁心 怎麼這麼神奇? 一喝到聖水, 整個人都精神了 赤靈王發力無邊 有他, 我們就能救救了 是呀… 幾天前, 也不會有那麼多街坊染病 但是突然間, 又賣完這麼快呢? 更想不到那些聖水這麼靈驚 我也差點想求子回來開門 大青心也說過, 赤靈王是神君 根本沒有法力 那些聖水怎麼會治癒人呢? 但是很多人喝完聖水真的康復 那又怎麼解釋? 就是解釋不了 大家都覺得赤靈王是法力無邊 每天寧願相信他也不相信醫生 每個人都走去欠聖水 當然了, 如果你的聖水 能治好我的腳 就算是師姑尿, 我也馬上替他喝 尿也喝?兒子, 你不是這麼折磨嗎? 打個比喻而已 我也知道沒那麼大隻甲垃垃垃圾跳 上次赤靈王追殺青森 也不可能是好人 這件事有古話 如果每個人都像媽媽那麼心碎青就好了 他們不知道真相而已 我們可以拆穿赤靈王的假面具就行了 不要了, 每個人都當是神仙 你搞他, 他們不肯過你 這很可能是彭堅和赤靈王的目的 透過腰斑街坊, 收買人心, 鞏固威信 但是赤靈王和彭家一直的關係都很隱備 金彭兩家人鬥了這麼多年 赤靈王一直都沒有出手 直至殺金龍的時候才露出他的真面目 你們真是說彭堅特地找赤靈王來治療人 其實是有大陰謀嗎? 嗯, 彭堅是一個步步計算利益至上的人 這次赤靈王這麼高調救人 這件事一定不簡單 我們不要理他有什麼目的 精髓也沒用 如果疫情繼續下去的話 唐人家一定會大力 不擔心了這麼多 總之大家就注意身體 之後的事就見招查照 Hello, YouTube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這一條的頻道 Like這條片, 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